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 我買的毛衣終於寄到以色列啦 所以跟我一起開箱吧 我上個月啊在網路上買了 Shane 就是我在台灣可以買到的Shane 因為在以色列毛衣就是比較貴 那他應該是要直接寄來我家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Shane在以色列的話 他就只會寄到Pickup Point 就是你還要再去一個地方領貨 所以我現在就要去領貨 然後只有我冬天的衣服可以穿啦 大家的東西都在這裡 Shane 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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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容易了吧 成功了 就這樣就拿到了 哈哈哈 耶 帽子 貓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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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套 那個 房間 弄濕濕的 這是什麼 啊 我的燈 貓衣 內衣收納 手套 又一個 又一個貓衣 跟 哈哈 小鍋墊 耶 完成 好喔 那現在就來開箱 但我先來解釋一下為什麼要網購好了 主要的 因素應該是有兩個 一個是價格 另一個是時間 價格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 以色列這邊當然是買得到毛衣 但他的價位通常是在 50shakels到200shakels 甚至更貴嘛 如果 還沒有看過 那個黑色星期五的那一集 或者是雙11的那一集 啊 是雙11的那一集的話 你可以點這邊 那對我來說其實就是 嗯 貴的就有點太貴 那如果是二手的毛衣 其實也不是沒有 但是就是尺寸的關係 你要找到你喜歡的顏色 然後尺寸又是剛好 符合的 然後價位還要符合 我就覺得好辛苦啊 反正就是Shane他在台灣 他也有 就是我也有跟Shane買過衣服 然後這一次呢在以色列 喔他可以就是超過 150shakels以後就免運 所以我覺得很好啊 所以就在這裡試試看 所以我來 試穿給大家看 YES 因為我本來就要穿嘛 然後再來順便跟大家講 這些毛衣到底有多便宜 那基本上價位真的是 誇張便宜啦 但也許資料就不太好啊 呵呵 所以 來 開箱吧 那這個呢是 35shakels 等於 台幣300塊 那他就是一個很保暖的毛衣 然後有一個 很可愛的 公主秀 這樣我就完全不用怕我吃 很胖 這樣就看不出來 因為大家就覺得你很瘦啊 好喔 再來開箱另一件 好喔 所以穿起來是這樣子 一個像是洋裝的 長毛衣 然後到膝蓋這邊 然後很好看啊 也很舒服 然後這一件呢也才 26shakels而已 換台幣就250 那這裡要找的話 26shakels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再來繼續開箱喔 我就直接套上來了 那這個也是26shakels 所以換台幣就是250塊 那沒有什麼特別的啦 就是也是一個長毛衣 為什麼我買一模一樣顏色呢 其實不是一模一樣 這也比較深喔 那主要也是因為我只有一件大衣啊 我跟我的大衣配顏色 所以這就為什麼 雖然說二手店也是買得到毛衣 但是它就是沒有這種 我們台灣人喜歡的米色啊 什麼的 比較難挑到啦 然後又要剛好尺寸又 一樣的話 就比較難啊 那就來開箱最後一件 登登 我穿好了 給大家看 調整一下燈 很溫暖很舒服 然後這樣一件呢 你看我就是 我在二手店 很難挑到剛剛好的啊 就是也是挑得到 但是你真的會花很多時間 那這樣一件呢 是26shakels 所以和台幣也一樣是250塊 所以呢 我就沒有花很多錢 然後就解決了 我沒有衣服穿的這個困擾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我現在有毛衣了 這真的是一個好消息 我可以迎接耶路撒冷的冬天了 那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以色列 如果以後你要來 然後你要找毛衣穿的話 當然二手店非常好 記得去看之前那一集 那如果你找不到衣服的話 Shane 或者說其他網購 但我們目前只試過Shane 那是可行的 那免運是150塊 shakels以上都可以 然後至於你要怎麼樣子領貨呢 通常它會放在一個pick up point 它不會直接寄到你家 那你就到那個pick up point去領你的包裹 很容易 就是你只是人出現 因為我們的亞洲名字實在是太明顯了 所以店家就會直接給你 也不用看什麼證件 然後運送時間 我這個下單時間是11月17號 欸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麼晚 還是它 不對我應該是11月12號 我就已經進貨了 因為是雙十一的關係嘛 然後是前天才收到 所以大概是抓20天的時間 好希望這些資訊呢 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然後以後如果做到以色列的話 這是一個選擇 希望大家以後如果來留學的話 會覺得這些資訊有幫助喔 掰掰